哈喽同学们 当我们了解完 在RUST里面多线程是怎么保障数据安全的时候 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RUST它的宣言是不是能理解了 RUST的宣言是这样的 它说它是一个这种的数据 这种的语言 A language empowering everyone to build reliable and efficient software 它说它是一个这种语言 它让所有的人具备这样的能力 能构建 reliable 非常安全的 可靠的 而且Efficient software 为什么它是Efficient的 因为它拥有所有权 所以它编译器就可以直接给你加上那种回收垃圾的代码 不用你自己回收垃圾 执行效率非常高 跟CIA加差不多 Reliable 它语言层面直接保障你的现成安全 语言层面直接保障你的内存安全 你想写出来那种代bug代码 不好意思 你写不出来 知道吗 有东西说 老师 我能写出来 我这个年龄该加三 我加了个二 注意你那是一个业务bug 业务bug OK 业务bug任何语言都存在 那是你业务逻辑写错了 那个不能叫语言上的bug 好 在语言上你想写出来特别难于调适的那种bug 不好意思 Rust 你写不出来 你不信你尝试一下看看 你要能写出来 Rust基本就被推翻了 所以你不要找我去重现什么多线程访问数据不一致性的问题 不好意思 重现不了 好 大家看这里 下面它的这种说法 你就应该都能接受了 它是performance 它的reliability 就不重复了 好 讲到这儿 我们稍微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到现在为止 关于Rust的最核心的点 我基本就讲完了 大家听我说 Rust还有很多别的点 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它最核心最有特色的点 基本上就在于这里 其他的一些点呢 我只能把你当成一个小白来教你 那样的话也有点浪费我时间 觉得我会把时间放在更加 能够产生更大价值的地方 比如说来讲第二版的多线程 所以呢 后面的呢 通过我们其他老师 通过文档 通过我们自己的APP 然后传递给大家 把你当成零基础 我也不建议你呢 现在马上就成为一个Rust的expert Rust的专家 实际上暂时还没有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什么时候Rust流行起来的时候 你再下工来研究它 这里面最难的点 我基本上给你解决了 其他的点 比这个都容易 你可以花时间敲一敲 其他点很容易就能搞定 好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在怎么创建一个Rust的线程 3Spawn就可以创建了 在线程之间怎么传递所有权呢 加木 我讲了四种只能指针 第一种是Box保证分配在堆上 但是只有一个所有权人 RSI 单线程里面拥有多个所有权之都 RSI 多线程拥有多 那个多个所有权之都 Mutex要忽斥 保障的数据 修改它的时候 只有一个线程在动 它内部有一把锁 好 怎么才能实现在 我们的这种Rust里面 保障这种数据的安全修改 保障数据一致性呢 用RSI包装一个Mutex 用Mutex包装我们要修改的Data 然后把Mutex的所有权克隆出来 通过每一个线程呢 通过克隆出来的Mutex所有权 再去访问修改那个数据 这部分不能改 共享不可变 这部分能修改 可变 不共享 好 到现在为止呢 Mutex核心 Rust核心呢 我基本就讲完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随时提出来 至于说其他方向上的问题 我建议呢 后面你可以往后放一放 我讲完的这里面 你有一些什么要理解不了的 咱们随时交流 好吧 不可能 并不是辜子 就得了